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长官们 尊敬的老师们 尊敬的朋友们 今天我应邀来参加这个圣会 我有很多感触 非常的稀有难得 我常年在国外 也走过很多地方 911事件之后 这整个世界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我应邀到这个昆斯兰大学 和平学院 与他们的教授 举行了两次座谈会 来讨论如何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的世界和平 这是大事情 所以我也就同意 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在佛门里面 在佛门里面我常说 这叫博物正业 佛法的正业 释迪迦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跟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一生从事于教学 教化众生 经典里面记载的 讲经三本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所以我们从释迦牟尼佛 一生的平移来看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职业老师 三十岁开悟之后 我就开始教学 一直到七十九岁元吉 一天都没有空苦 游教无类 不分国籍 不分族群 也不分宗教 现在所谓是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我们把这个人认识清楚 然后我们才能真正学到 他所教导我们的东西 可是在现今的社会 把佛法都看作是宗教 宗教就给迷信挂钩了 所以让许许多多社会大众 对这么好的一种学术 当面错过 在早年 我也不例外 也认为这是宗教 是迷信 而且还把它当作低级宗教 为什么呢 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 宇宙之间一个真神 佛教是凡神教 是多神教 什么都办 这就是低级宗教 更不消一顾 可是我很幸运 早年跟方东美先生学这修 他老人家 给我讲了 一部 这修改论 最后一个单元呢 讲的是佛经这修 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说佛教是宗教 是迷信 是多神教 他怎么会是哲学呢 老师告诉我的 你不知道 你年轻 他说佛教 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这是他的话 他给我讲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样把佛法介绍给我 而且他告诉我 现在的佛教 就是佛陀教育 在寺院里面就很难看到了 古时候高僧大的 那真是有学问 现在人流于形式 俗获对经典的学习 你要想学佛 一定在经典里面去修 指出我这一条道路 佛法 佛法确实像汤恩比赛说的 能解决二十一世纪 社会问题 他说得很明白 除中国孔孔孔孟的学习之外 他就指定是大乘佛法 他就指定是大乘佛法 真能解决吗 我曾经问过 伦敦大学的教授 同学们 剑桥大学的 他们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那我说 他们也是你们英国人 你们都认识 他的话说错了吗 也没有人回应 然后我告诉大家 他的话没说错 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解读 今天在西方谈到汉水 在中国谈到传统文化 一般人都想到 如一定是四书五经十三经 道一定是老子庄子 佛法佛教 那一定是大臣经论 华言 发华薄弱都想到这些了 这些东西研究的人不少 国内国外都有 能帮助这个社会吗 于是很多人起来怀疑 传统东西旧了 不是用了 我们必须细心去观察它 大家理念当中 这是如是道的 花果 好看啊 好看啊 非常出身啊 花果从哪来的 它有根啊 像植物一样有根啊 你找到根 东西才是活的 所以如是道的根 儒家我们取于弟子归 道家去太上感应片 佛法去十善业道经 这三样东西 经文把它合定在一起 我想不超过十个百几 这是过去 千百年来 砸根教育 从哪里教起 从婴孩教起 确实有人向我质疑 他说法师 你提倡这些东西 有没有问题 还是很明教师 我来找我 我跟他说 我说弟子归 一千零八十个字 印在一张纸上 我说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天平上 这边放弟子归 这边放四十五经 十三经 乃至于四库全书 我说它的分量是一样重 他听了之后就呆了 为什么 我说四十五经十三经 你念通了 不能落实 不能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 不如这一张纸 所以祖宗教导教的我们 做学问 不学 审问 圣思 明辩 这是属于学书 后头又读写了 如果你做不到 没用处 那不能解决问题 不如 简简单单 这些弟子归 讲 笑题忠心 离义廉耻 你真做到了 你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你真正受到中国传统教育 你肯定是个好人 那么我这样分析 他渐渐才明白过来了 今天要拯救社会 要什么 要做 不是讲 讲没用处 现在社会要想拯救 有一定的困难 大家把传统教育 从扎根的时候 俗获了 中国人自古以来 最懂得教育 有教学的智慧 有教学的方法 有教学的经验 有教学的成果 五千年来的中国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被淘汰 没有被灭亡 靠什么 就靠什么 就普及的教育 过去学校少 这个教育怎么普及法呢 世代相传 老人一代教一代 教育从来开始 从怀孕开始 从胎教开始 小孩生出来 他会看 他会听 他已经在学习了 谁教他呢 父母教他 所有家里面的大人 都有教导 我阴海的责任 在阴海的面前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要 合理 都要跟 德行 相应 换句话说 负面的 不能叫他看见 不能叫他听到 不能叫他接触到 扎根 是一千天的 从畜生到三岁 所以中国古艳语 有所谓的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终生 他有道理 现在这两句话 讲不通了 所以扎根教育 才是真正 成圣 成行 成佛 成祖的根基 那我们现在 都说过了 老人 没教导我们 我们明白了 赶紧补习 认真地 来补这个教育 我们 这一生 才不至于 别过 方老师告诉我的 人生 最快乐的 是修学 神仙之道 我们在《人语》里面 第一句所看到的 学而实习之不一悦乎 我不记得 喜乐从哪里来的 从学习来的 把所学的东西 全部落实了 全部做到了 那一种欢喜 是没有方法形容的 佛陀教给我们的 我们都能够做到了 实在讲 祂的基本的 三规 五戒 十善 这最具处的 你真能做到的 发洗充满了 长生欢喜心 所以今天拯救这世界危机 危机重重了 除了提倡 能力道德 因果教育之外 没有别的方法 能够拯救世界 那么这是中国儒是道 代表的 儒家的基茨规 能力道德 道家的感应篇 因果教育 佛法的十善业道 希望能够在 社会上 普遍的推动 那么我过去 把这些东西 介绍给联合国 余会的这些会友 听到之后很欢喜 但是会后 没有信心 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 他问我 他说 法师你讲得很好 这是理想 做不到 如何使大众 对传统文化有信心 那就一定要做出样子来 给人看 这是科学理念 科学拿证据来 你说这个东西管用 管用拿证据来 逼着我们 没有法子 做一个试验点 我到05年的年底 11月 在我的家乡 搞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 十二个村庄 居民总共四万五千人 四万八千人 我们就想到 我们在这里推动 第四个地教育 让这个小镇 居民 四万八千人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一起学 做成功 出乎意料之外 我们原先预想 应当两三年 才能看到小镇 没有想到 不到半年 小镇 足足 我们感动 流泪 无限的 欢喜 所以立刻就想到 怎么样把它介绍 到联合国 没有想到 过了两个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巴黎总部 通知我 邀请我 跟他们主办一个活动 这不是卸办 主办一个活动 就纪念 释迦牟尼佛 两千五百五十周年 题目是佛教徒 对人类的贡献 这个我就 接这个题目 就太好了 我们把我们的实验 在大会里面 做了八个小时的报告 还做了三天的展览 非常成功 所以在今天 我们要做 没有别的 最重要的 就是要做一个实验点 做一个好的榜样 让人看到 慢慢的影响 这个点要做得扎实 要做得成功 人是一切人的好样子 家庭是所有家庭的好榜样 团体做成了 一个团体的好榜样 那么在台湾族 有很多方便 因为台湾 对宗教没有限制 如是道 都可以来教 那么如是道 我们这么多年点 这些经验当中 地支归学得很好 佛也念得不错 可是 境界先前 名利 现前自己不能把握 还是会做错事情 这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缺少因果教育 所以我深深反省了 感到阴光大死 一生 极力提倡因果 有道理 如果我们深信因果 知道一银一卓 莫非前定 我命里该有多少钱 丢都丢不掉 没有的 你想什么方法 你也得不到 非法得到的 不是疾病 就是灾难跟着来的 地位也是如此 你有多高的地位 也是一定的 再往上爬 自己没有这个 命里头没有 那也是灾难跟 疾病都跟着来了 所以 深信因果的人 他的伦理道德 是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 是真的 不会变质 所以应当 把因果教育 摆在地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因果 在台湾的时候 可以讲得透彻 台湾 最近六七十年来 徐徐多多 刑事案件 我是听到 我们两位高级警官告诉我 都是被害人 被害人死了 他们托梦 他们这个附身 帮助这些警员 把他的尸体找到而破案 所以 做这些工作的人员 他们对于英国报应 是一点都不怀疑 这个教育 应当在台湾 普遍地推行 世界上灾难虽然多 传统文化 大乘佛法 确实能解决 这个道理 就是静随以心传 一切法 从心下胜 离说得很胜 死 很容易做到 只要我们 每个人能就 安分守起 断卧修缮 就能够 不但是 人为的灾难 可以能够化解 自然灾害 也能化解 我们要深深地相信 对这些道理 要多一点的时间来探讨 这个不是欺骗人 圣人 佛菩萨要欺骗人 不容易 哪能够欺骗到几千人 几千年 人还不觉悟 没这个道理 所以他的东西 真实 我们好好地把它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从自己本身做起 从我们小团体做起 慢慢发扬广大 我相信 这个媒体 非常重要 这个方东梅先生 前在世的时候 跟我谈过很多次 他说 决定不能够侵蚀团的这个媒体 媒体可以毁灭一个国家 可以毁灭世界 媒体也能够拯救国家 也能够拯救社会 媒体本身是中立的 就看他播的什么内容 如果播的内容是杀到萤卧 暴力色情 那社会被毁掉了 如果能够转过来 播伦理道德英国教育 那他拯救了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陈总裁 他这样的发心 我看得很欢喜 非常地难得 所以我很乐意来支持他 希望这桩事情 能够先把台湾拯救起来 台湾成为全世界 离异之邦和谐社会的一个示范点 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到台湾来学习 到台湾来观摩 我的话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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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